今天差一点又起不来了 头好重 要不是有这一堆小鸽子的话 我都不打算喂它们了 我现在是得了新冠的第三天 第一烧 36度 我感觉低烧给高烧都差不多吧 都是一样 就两个字 难受 低烧反而让我弄得有点想吐 甩出来了 哎呀 先把这个总鸽给喂上 哎呦呦 太坏了 太坏了 不能学坏 哎呀 小黑可是天天给我缠乱 给这个小鸽子带脚环 因为我这边没有脚环了嘛 小黑可坏了 他把小鸽子的脚环走这上面拙了扔下去 我找死了也找不到 他走这边一扔 在嘴巴里一咸一甩 甩到这个墙上再丢下去 咸一样 找不到 朋友们你们知道最后在哪里吗 在这个铁牛的窝里面 你说头大不大 哎呀 他这个窝好像 就给弄不住一样 里面是假的 每天坐到中间来 可烦了 你来好好吃吧 要不是因为你有点小抱抱 今天就不开饭了 太难受了 哎呦你滚一边去 你就吃这下面的就行了 天天天天天产乱 这两天有点换羽毛的 这天天给我狠 我给你扔鸽舍里面就回头 我天天耍横 滚一边去 影响我喂鸽子 我还没有劲 还要给我玩 嗯 在这吃吧 他就天天皮知道吧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鸽子 早几天分享一下他的一期记录视频 有的鸽友说他是缺钙 那不是缺钙啊 那是总鸽有食癖症 小铁牛就是他 长出了一点羽毛 就叫总鸽给啄了吃了 知道吧 有的鸽友说这个不能打比赛了 这个是属于观赏鸽的现在 不能比赛了 都弄好了就先给他们吃上 其实每天最幸福的就是红色大鼻子 他是第一个吃上 我给他送上的食物 是吧 他俩是老邻居 第二个就是淑女 他一天到晚比我忙的还狠 我拿这一个 他就吃另外一个 弄鸡眼了他就说我一口 你看 他就这一回的开饭时间 他会把这些的食物每一个草里面都会吃个一遍 他最幸福了 其实我是想让他把这边的食物给捡了吃掉 这家伙坏了 掉地下的他不吃 很奇怪 整个已经吃好了 去喂小鸽子去了 这两点小鸽子也跟着着醉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回头我会把饲料再放一罐放在这里面 有可能晚上要起不来就不喂了 我们下期再见